每到凌晨十分 这个公司总会发生各种离奇事件 比如现在 小美发现 已经死去的条文哥居然睁开了眼 她忍不住凑上去查看情况 手却被猛地抓住了 原来条文哥根本就是装死 她起身后开始疯狂笑话小美 突然办公室传来了动静 平头哥居然上吊自杀了 她以为条文哥真的死了 所以以死谢罪 这下事情可就闹大了 几人开始互相推卸责任 平头哥却开口说话了 原来她早就看出一切只是恶搞 所以顺势吓唬吓唬他们 小美一点都不觉得好笑 认为实在是太过了 于是下定决心要离开了 在走之前 平头哥表示 应该把坏掉的冰箱修理一下 于是又把大家叫了回去 然而就在大壮找交代的时候 发现了惊天大秘密 平头哥和小美都被吸引了过来 几人顺着手指的方向一看 地上居然是条文哥的尸体 尽管不敢置信 但条文哥早在被吓唬的时候 就真的死去了 所以后面跟他们在一起的是谁呢 门外条文哥缓缓走来 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但几人早就被吓得不行 谁也不敢开门 就在他们准备报警时 条文哥已经悄然出现在了身边 三人吓得疯狂逃窜 眼看着就快离开了 却打不开门 于是大壮和小美决定 先回办公室拿钥匙 两人壮着胆子 再次突进办公区 只能祈祷不再碰到条文哥 但还真的是怕傻来傻 隔壁的打印机突然运作了起来 从里面飘出无数张打印纸 小美已经害怕的瑟瑟发抖了 偏偏一张纸 还落到了大壮的头上 上面印着的正是条文哥的脸 两人一下都慌了 条文哥还在此事抓住了大壮的手 大壮也是个不讲义气的 死也要拖着小美一起死 三人就这样僵持着 胆都快被吓破了 对吧